大家在植物淡淡僵尸里见过的最变态的关卡是哪个呢 夜间泳尸关卡是植物僵尸少的线 这些关卡确实难度很高 但是和这关比起来的话 你们这是把整个村的僵尸都喊来了是吧 大家好这里是花生 这期视频我们继续玩一下植物淡淡僵尸的改版CHTR1.8 在上期我们打通了变态难度的夜间泳尸关卡之后呢 这期我们终于是来到了屋顶关卡 此时离游戏通关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可恶我们这个系列都要完结了吧 大家把公屏刷到类目上 那么在屋顶关卡上 投篮车僵尸肯定是一个绕不过的大哥 但是我们应对的方法也很简单 用一个窝瓜就可以 不是我刚才是不是看错什么了 大哥我那么大一卷心菜呢 上面玉米也没了 不是这一下就秒了是吗 现在僵尸都开启挂了是吗 同学们不要慌 咱们这个系列做到现在 什么大风大浪美 就却能秒人的投篮车而已 你还能给我整个什么C化样吗 梯子僵尸 这个家伙好对付得很 只要稍微注意一点 你等一下这什么玩意儿 怎么还有 他这是把操库里的梯子都打来了是吧 哼 我确实没想到少少一个屋顶关 就能出卧龙奉出两位神仙 是算是算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将开启认真模式 不给僵尸一丝机会 奉及僵尸 报到以前 这个牌我给你就给你了 但是今天不好意思啊 一桃炸弹 结束他最恶的一生吧 嗯 是不是出bug了 再来一次啊 一桃炸弹 结束他最恶的一生 虽然中途经历了一些小波折 但是最后我还是来到了和江王博士的最终决战 相比于之前观察的变态难度 这一关真的显得有些太简单了 和这场版本一样 冰球用火焰辣椒 然后火球用寒冰锅 BOSS的血量很快就见底了 随着江王博士的倒下 游戏放起了片围血 诸位蛋的僵尸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他带给了我很多快乐的回忆 通过这个改版在新鲜感不减的童子 又拾回了童年的快乐 6-1 还没打完 不是我这刚开始删天 你就告诉我没打完的是吧 行 我今天就看看你还有什么新花样啊 这些新出的关卡呢 前几关是夜间的雾顶关卡 大概打到第五关的时候 戴富大哥 您这是卡了是吗 同样的 右边的僵尸也学会了影分身之术 对了 这里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潜水僵尸 后面要考 那么第一次挑战开始 嗯 这他妈啥玩意儿 上一个画面留下来的脱影 乱成你房间一样的背景 诶这眼睛都要杀掉的吧 串人别慌 问题不大 我还是能看清的 这你妈谁看得清 第二次挑战 这次我只要擦两双眼 做A店能看清 看清就出奇了 但是只要我们和这三关卡一样 好好操作 应该还是问题不大 下路这边全然跳将士来了 还留下了一个360度 无四角的旋转脑袋 然后 然后我下路的小退车就没了 不慌啊 问题不大 我这局的西瓜头肉还是很猛的 好 对方来了一大步僵尸 我有点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了 他过来了 又难过头防一下 让你有点危险 但我还是防住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诶 这下来的一大步僵尸 诶 下面还有一条看不见的道是吗 我他妈 终于看 这个男人叫江王 他死了 好了 别再看传统的植物蛋的僵尸了 今天我们来找新花样 那这个 表面上是普通的迷你游戏 而打开之后 要用僵尸打僵尸 开局一个金斩花 过关传考三连 没错 我们要用上面这个老虎鸡 摇出僵尸来 前来对抗进购的僵尸 可可可你怎么去那边了 我这僵尸大债植物了是吧 那金斩花还可以提供给我们随机的子弹 干掉这个向日葵指挥官 其内 哼 中路再来个铁桶 摇一波 出来了路障 好 再来 来点猛的 卧槽 三连 三个我 我这辈子没那么欧过 直接做满整个屏幕 大嘴花僵尸 就怪你怕不怕 接着 金斩花也是不甘是若 直接给了我们红眼巨人僵尸 抱着我的传送带 非常的霸气 但是哥们 又要记得还给我 下路我的半舞僵尸 是没打过这个大嘴花吗 无所谓 梯子僵尸会出手 你这 算了 还是玉米炮出手吧 行 那这关的过关目标 就是攒够两千阳光 这个太容易了 简单牺牲一下金斩花 够了 成功过关 请说 谢谢你金斩花 鬼术传送门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个传送门会 疯狂的抽属 一会出现在这 一会出现在那 这有什么意思 这和之前的 也没太大区别吗 你变化又能怎么样 呃 我的妈 好了好了 我这辈子是不想 再看见传送门了 咱们不如换一个 轻松歉意的小游戏 核弹水族馆 养潜水僵尸的小游戏 潜水僵尸 25%为携带 核弹的内鬼 请谨慎购买 也就是说 我等会按下去 就有几率 会有一枚核弹产商 把水族馆炸得稀巴烂 啊 这么吓人的吗 买一个 这不也没事吗 哎哎哎 我讨这么饿死了 呃 总之呢 我了解规则了 咱们重开一局 你好 大哥 为什么开局的这俩 也能刷出核弹来呀 呃 问题不大 除开一局 人不会一直倒霉的 你好 啊 啊 25%的几率 有那么高吗 重新来 这次明显正常了很多 我就说 25%的几率 其实很低的 不可能一直碰到 你好 你好 别急 还有的玩 那这就直接起飞 直接六只僵尸 稳的一匹 甚至我们还可以 胆子再大一些 再来一个 哎 别急 不许笑 我还有一只 看到了没有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钱 逆风翻盘 从现在开始 来 继续买 只要怂一点 稳一点 就能轻松攒够一线阳光 只要点一下这个大奖杯 就能过关了 甚至我再买个僵尸 也没问题啊 对吧 就是如果没爆 那我就用了七个僵尸 不爆炸 如果爆了 那我们大不了 再去买个奖杯 过关就是了嘛 对吧 来 再来一只 是核弹 小问题 我还有一个 一点都不解压 我感觉我要高血压了 我还是去玩会砸地鼠吧 那这个砸地鼠呢 我们能用各种各样的道具 甚至还能召唤僵尸来帮助我们 那这就很简单了呀 毁灭古武哦 可以炸周围的僵尸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一套炸弹 非常好用 再来一个 那这个是普通的凑合用吧 继续敲 我刚才是不是把几方枪势敲死一个 哎呀 砸地鼠也太简单了 没什么挑战性 意识解 沼泽 看着就很有意思 那点进去之后呢 枪势这边好像都有点变异了 什么大蒜头 关豆头 墓碑头都来了 但也还好 看起来很弱的样子 想不太到他们能怎么赢我啊 1 2 3 Go 别在这里发跌 哦 下路 这是个 真的 下路这是泳池吗 哥们怎么泡澡去了呀 上路 哥们 浅水哥 如履平地呀 这 不是 怎么又来一个 没必要啊大哥 没必要 主要是我还打不到他 这个是最气的 这个要我怎么办嘛 大蒜头 主要是别太过分 你他妈 可我到底是谁把我知道第一拍的 是我啊 万豆下士 你回头看看不就知道了 回头 是我还能回头的 你不试着怎么知道啊 万豆下士 好吧那我试试 不是 没有那么难的吧 我操 好了万豆下士 让我们来读一下第一条评论 啊不 我刚刚关注你了 你能给我磕个头吗 哎这张球也太无理了吧 是啊 关顶关注就想要磕头 怎么着又得给个三连吧 华生给你磕头了 来个三连吧 来个长按点赞吧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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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所以你们他妈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花生可以日更吗 那其实做出一期视频出来是需要很多时间进行打磨的 刚是谁 啊 读到我可以翻起水三秒视频 算我四秒 算我七秒 算我十一秒 算我十秒 算我十秒 算我五秒 啊 虽然你们这楼空的稀巴拉 但确实让我水了好得比 花生你好我的屁股喜欢吃花生酱 咦 可是有人说我拉锡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给你找了个志同道合的好兄弟 你俩要不联系一下 赶紧收拾收拾换个钱就生活吧 趁没人 他是散兵 那个刚才那俩应该还没走远 可以露脸嘛 我觉得你声音挺好听的 人应该也挺帅的吧 那众所周知 花生的本体它就是一颗花生啊 你们觉得这颗花生帅吗 帅 上一套皮了说的太棒了 花生你会吃花生吗 吃同类的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读到我就给视频三连 游戏 我可没说要给花生的视频三连 八个 说实话就你的视频 做成这个垃圾样子 还在抢我的点赞 你在想皮质 我他妈现在就拿着菜刀顺着 往前跑到你家 一脚踹来你的房门 把你按在厨房的菜板上 我应该给你三连 花生要给大家高考加油嘛 那作为一名大四的老学长 花生在这里还是要祝大家高考顺利 那关于志愿方面的话呢 我能给的建议就是大家在选大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学校的宿舍的硬件 别的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宿舍绝对是 关乎了你大学四年住的舒服不舒服 本期读评论到此结束 什么要结束了吗 这是谁说的 这个人说的不算啊 这个人说的也不算啊 这个人说的也 好像这个人说的算 本期读评论到此 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 校长会主席官你快点啊 默默气气的 校长会不是死了吗 怎么读评论啊 说什么的 校长会主席官不就在那边吗 人好好的可别乱说啊 诶 校长会主席官 你去哪了